哈囉我愛你 寶貝我也要 不好意思 哈囉大家好我是在瓜哥 今天有一個特別企劃 今天8月8號就是我們的 初期節 我想到一個很特別的企劃 那我想問古拉丁對於你的父親 有什麼樣的表態? 關係還不錯 因為他是職業軍人 通常都是你兩個禮拜下會掉一次 我對於我的父親就是 其實有一陣子叛逆其實出於 尷尬其實正常吧 男生對爸爸 人家說爸爸是女兒上輩子幾個 還像有些家庭就是有姐妹 爸爸 上輩子是怎麼這麼說 下輩子這樣我們大家都其實都對自己的爸爸 是有感的啊 所以今天是要來一個特別企劃 就是溫馨的校正的影片 在我們印象中啊 他年紀最小也是最可憐 也是最精明又能幹 你是想不能幹的人 沒有啦 就是精明而已 在我們所知 就是他的彈琴家裡長大的女生 因為琴琴他的案例比較特別 所以我們選擇施策他 他加入了在不好就能時 四年了 對 那每次父親連他其實也都是消失 那到底是去找別人的爸爸還是 還是怎樣 你不能講 那個或是不已經被他媽媽媽 也是扮爸爸的角色吧 附帶女子或是戴婦子 對 然後最後就是戴婦衝擊 現在花木蘭唐婷婷 他卷子有點像花木蘭 太平了 對他超平 奇奇負吉 因木蘭當馬淇 所以你這集不能幹話 奇奇是要非常的溫馨 對小小的整他一下 但其實我相信你這支片道 最後是非常溫馨的 尤其是沒有單親家裡出生的小孩 但是應該會特別用感到 在母親節那種東西 如果用sade的 就太過於sade 所以這個東西當然是不sade 找來公司跟他講說 因為父親別人要到了 所以我們要每一個團員都錄一段小視頻 就是對父親說的話 也不會生氣嘛 因為這個就是佛大眾 他會覺得認為這是工作 就是給觀眾看說 他想要對爸爸說什麼話 其實我也不了解說 他爸爸離開他多久 或者是爸爸這一號的故事 他可能在他心中是一個問號 除了觀眾 我自己也很想評價看 怕他會傷心啊 對對對 因為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們就要叫他 錄一段這樣的視頻 就像現在這樣 然後對他講一些父親節的概念 對 那在這個同時 其實我們早就已經 跟他的媽媽同化了 就是用Line同化 然後就放在桌上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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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就打給你之後 好 好 拜拜 這時候他跟觀眾講的東西 其實他媽媽公司都有在聽 但是就是我會跟他媽媽 說在關鍵時刻 這個我們會放在桌上 然後等到關鍵字 可能父親節快樂 或那個我愛你的時候 就直接跟他講話 真的感覺 他會報酷啊 就是腿講 他一定會說奇怪 聲音來一來 怎麼輸電話來 然後當來覺得是 一心在通話 所以他跟他講那一心話 其實他媽媽都聽見了 除非他直接就是在抱怨 那個人自己也不用上 媽媽養成的家庭其實很辛苦 因為他要在外面工作 又要撫小孩 又要處理家庭 比較辛苦 我認為啦 除非你是他的經常是長大 這樣子 我也希望我媽媽是國台 我也沒有媽媽沒關係 你不要這樣 我來不可以這樣講 好 OK 那我就跟他來吧 好 來囉 你看 不考駕照 都已經19、20歲了 不會騎機車 也不會開車 你知道嗎 你沒機會穿這樣 那等一下我對兩個節目 不能接近 好一千本 我們等一下拍就是那個 夫妻姐的影片 然後鏡頭會拍你 然後你就 有一個想對媽媽說的話 對我媽媽說的話 就夫妻姐啊 啊你就是 你沒有爸爸 你就只能跟媽媽講啊 對啊 夫妻姐是不關我事啊 你就講說就是 對你媽媽說的話 你對我媽媽說有關夫妻姐的話 對 好奇怪喔 因為要給觀眾看 就是我們要拍就是 父妻姐的專案 然後 拍一顆視頻 我們每一個人都在錄 錄一段 喔喔喔喔 因為剛好就找別人拍就好了 我可以不猜一句啊 反正你就拍 你就講嘛 亂講啊 不能亂講啊 你要認真講啊 好想想啊 你就把 你就 講對你媽媽的愛 你就把 父妻姐當過母妻姐在講嘛 我直接拍了 三二 那我們就 這怎麼收音啊 用的手音 這不就有收音了 這個一定會掉人啊 好 要放這樣子嗎 放這樣子 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 讓這台收比較清楚 因為這台有點壞 那我這台收比較清楚 那我比較清楚 這個比較好吧 怎麼換掉怎麼收 因為我不會拍到手機 不會拍到 好 準備好嗎 好 三 走 哈囉大家好 我是唐婷婷 然後 今天是父親節 我想要 送一段話給我的媽咪 OK 其實我錄這段有點無助 因為畢竟 我沒有這樣經驗 那我還是想要把這父親節 還有媽媽 想對她說一些話 天啊 我其實 我真的不知道我要說些什麼 小時候其實有很長一段時間 我都一個人自己在外流浪 然後到了年幼稚園之後 我就會住在阿嬤家 所以其實也很少看到我媽 大概 一個禮拜能見到一次 就來不及了吧 有時候連那天都不會到來啦 我其實 有點生氣耶 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 然後 連一個小時陪我的時間都沒有嗎 然後 我也會 在我媽每次離開的時候 因為她來見我們 來看看我們 然後離開的那個背影 我見到那個背影的時候 我就會 其實我心裡很難過 就是我會 躲在眉背裡面偷哭之類的 就是到我後來長大了才知道說 對 她真的沒有得時間 因為 她只有一個人 她要養活一個家 她要把 她一直在外面工作 在我心中真的是一個很偉大的母親 她其實 我覺得她在我心中一個超屌的事情 就是她在生我跟生我姐的時候 然後都是 羊水破了停的大肚 自己吃 公兜拜去醫院生小孩的 所以 其實在整個過程中 都沒有人陪伴她 生產也都沒有 是 產後也沒有人離她 可是她為了要 讓我們兩個孩子 繼續 成長 所以她一個人在外面 日曬雨 臨風吹雨打 飯也不吃 睡覺也沒睡飽 然後 有一餐沒一餐的 然後受了傷也沒有人可以講 為了要工作 所以一直 她是做工程的 所以她就到處跑工程 我覺得一個手無腹肌之力的女人 她是如何讓兩個孩子長大 我還親眼目睹過她 沒有任何防護措施 帶的拱弟貓 就趴贏架 她是一個很偉大的母親 很偉大的一個人 我很感謝我媽是一個 說到做到的人 跟我們說 呃 對不起 我沒有給你們一個爸爸 所以 我也很努力的 給你們兩倍的愛 然後你們要 努力然後乖乖地長大 我應該是依靠這句 成長下去的 我媽媽很棒的是 她並沒有讓我在成長的過程中 讓我感覺到 我的人生中沒有爸爸 有什麼缺憾 或是有什麼不一樣 代表她真的很努力 她做得很好 然後她也讓我學會了 一個人要堅強 然後要努力 要勇敢 我學會了一個人 面對很多事情 然後在各個環境下 我都可以很快地 適應跟成長 我很感謝她 雖然她或許不是一個完美的媽媽 但是我會一輩子很愛她 照顧她 然後我想要把這個父親節送給她 啊!我愛你 啊!我愛你啊!我愛你啊! 超意思 什麼事 哈哈哈哈 傻眼 你有沒有打你的頭 然後到我一時候是 在跟你媽傳話中 所以你剛才有聽到喔 我會知道 我覺得很煩耶 所以你還傻傻的覺得她是怒音 怒音 最好是還有一點雜音 哈哈哈哈 我應該是讓千里 讓你跟你媽傳話 好了媽媽 因為父親節快樂 愛真敬禮 我愛你 我愛你 辛苦了 謝謝你 我愛我愛 我愛 好嗎 妳有什麼話想對妳媽說的 我沒有看過 都被她偷聽完 現在妳知道她在通電話啦 現在有沒有想直接跟她說 我覺得我覺得我應該都是這樣 因為其實 這種話 對金頭講得很容易 但是對自己的家人講 會有很多的戀友跟 很難開口 那 我覺得 能借我今天跟媽媽說也好 其實 對 對 就是讓媽媽知道說 謝謝你一直來都很辛苦啊 就算 就算 我是擔心家庭 我也是覺得 我一邊還要幸福 然後我一樣很完整 然後我也覺得我一樣很棒 那也是因為有你 所以我才可以 長得這麼好 然後也過得很好 然後 謝謝你這幾個時間的努力 然後 你也很辛苦 然後希望你可以見家康康康快樂樂樂的 你媽好像沒什麼話要說齁 因為我想要聽我女兒說什麼 我想要聽我女兒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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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媽咪愛妳 拜拜 好 拜拜 來 等一下 這是我們的特別企劃 沒有 妳這樣我要消失 我真的有點煩欸 你知道因為以前 比較上我們復興節 什麼做復興節卡片 然後送我回家送給爸爸媽媽媽 然後我就把它丟在垃圾桶 因為我根本用不到 我也不知道我要送給誰 你送給你之後 你覺得老啊 可是 可是後來長大之後 就覺得沒有差 然後就是 也過得很好啊 然後媽媽也 她真的很辛苦啊 我也不知道我能怎麼辦 然後現在做這個工作 那一天到底沒什麼明馬 然後她就一直很心疼 我也不知道我要怎麼辦 可是我很想維持我的夢想 雖然她會一直念我啦 但是她也會弄去 還好吧 妳還是早被罵啊 被罵的是我啊 而且我爸媽還很開心啦 她說 我媽其實一直以來都不想讓我 做這個工作 她一直覺得說 一個女孩子家在外面 拋頭後面的 而且她又 覺得這生態不好什麼 她其實很生氣 她生氣還為了這件事情 跟我斷絕不綠關係 然後兩個女孩子跟我一樣同啊 你知道我爸媽因為我拿了兩棟房子啊 你會一直炫耀 就是到後來 發現她身邊的同事都會一直跟她說 我很好什麼 她也認識我什麼的 然後媽媽約 就是跟人家說 我當女兒 但是她很開心 她也覺得很光榮 然後她也 會為了我的一切事情 給她打算目的 她每一支影片 至少都會看六次以上 我覺得我的瀏奶 也有可能是她刷起來的 那有說我本來要分她 要分她 她一直在看起來都放最大聲 就是強迫大家一起看 所以在一開始妳加入 在往舊人時是四年前嗎 四年前 那也讓妳家人看到 這一股的成長 從不看好 然後到她 有點肯定 然後甚至是支持我 為我感到驕傲 到現在非常肯定 對 這些過程其實非常艱辛 我好難要當 我好像也都不好當好不好 對 我好像一點都不好當 不過妳有馬沙拉丁開 妳會講這種話嗎 就是因為我咬得開 所以口氣不能講這種話 可是我想要 我覺得我媽真的很小 因為你想一個家庭 妳一定要有一個 一個黑臉 一個白臉 對不對 所以我媽還買了 所以我想要告訴 如果在看我們這支影片 全天下的孩子們 就是不論妳是單親還是雙親 永遠都不要覺得孤獨 家人永遠是家人 她永遠不會離開妳 所以 如果今天有call 這支影片上了 可能已經過了父親節 但如果你沒說 看到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去補說 給她一個擁抱 告訴她說妳很愛她 如果你真的說不出口 至少也給她一個父親節快樂 送她一份小禮物吧 好 謝謝大家收看我的這支影片 又片我眼淚再見 耶